OK,所以他是讲到啊,我们的radio-active decay 他是一个unstable nucleus,然后他是放出radio-radition 直到他变得稍微的,所以可以看上面的 全部都是一样的了,然后原本有的238是很不稍微的 当他变去todial 234就变得比较stable了,因为他是放了alpha particle 然后todial 234,他又变去这个protacitinial 234,他又更加stable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放了meta particle 然后我们这个cobalt-60他本来也是不stable的,然后呢,他释放了gamma ray过后,他就变得比较stable了 OK,就这样子了,虽然讲啊,这两边都是cobalt-60啦 but这一边的cobalt-60是比较stable的了,比起左边那边的话 OK啊,好,就这样子了,OK,asamble of radio-active elements that have unstable nuclear and decay spotaneous by everything radioactive-raditional as follows 现在都是属于radio-active element的,然后复射的element,他们的都会释放出 什么,释放出这个radio-active radiation的,放过他们就变得比较stable了 OK吗? OK啊? 而且是,那个就是他讲比较stable,他讲哪个比较stable就是这四个? 没有,这四个他们本来都是不stable的,把他们释放了那个radio-active radiation的话,就变得stable了 哦,就这样子了,像有人要238讲哪里,看有人要238,把他在这边的吧? 当他是放了这个alphaparticle后,他变得多了2,3,4就比较stable了 就这样子了,OK啊,OK啊,所以这边的话,这也是更多的例子了 这也是更多的例子了,所以这边你要记得咯,什么是radio-active activity,然后记它的formular,OK啊,然后radio-active radiation有这三个咯? 啊,然后他就讲这个radio-active decay,啊,这个unstable nuclear,他释放了radio-active radiation之后,在编辑,more stable的流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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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很重要的,上面这边也是有render and contenders process,也要记得好呢 好,然后,unit ofradio-dbd,这个辐射的它的unit是什么呢?来来练一下这一段 嗯,OK 所以呢,radio-active activity它的unit啦,是叫做cri,简称ci啦,你看到cri就看到cri的意思 所以它有3.7成10 power 10 decay per second 啊,就这样子哦,所以它一秒钟它可以有3.7成10 power 10 decay 所以可以讲是很快的咯 and then sri unit ofradio-active activity ok,sri unit的话咯就是bq 啊,bq 所以1bq 等于1dk per second 啊,这样子啦 ok 啊,所以 啊,所以 啊,那个cri,它是它的名称,然后在国际单位叫bq 嗯,没有bq是另外一个东西 啊,bq是它的si unit 啊,单位啊 嗯,单位 ok,所以你可以看它这边还有讲啊 啊,一个cri等于多少个bq 一个bq等于多少个cri 啊 啊,这个你会做吗? 啊,如果一个bq等于1dk per second的话 啊,这样喜欢一个 啊,correct等于多少个bq 啊 嗯,一个 啊,啊,你看到一个cri等于3.7x10 10dk per second 然后一个bq等于一个dk per second 也就是什么 你一个cri等于3.7x10 10 bq啊,看答案对不对 啊,你都要了 啊,ok 因为你一个bq等于是一个dk per second嘛 所以很容易算啊 啊,这样请问一个bq是多少个 啊,correct咧 啊,这个你就要拿1 来除3.7x10 power 10了 啊,所以你会拿到 这个咯,一个bq等于2.7x10 power of negative 11ci 啊,不像你像你的按键认定 你拿1除这个3.7x10 power 10 你会拿到这个 等一下啊 啊 啊 有拿到吗 嗯 我这样多了 这样多了 他是270x270x270x270 这么,这么奇怪 好,我还是要看了 那整数哦 1除3.7乘10p10 我是拿到2.70 然后后面是乘10p11 对了 2.7 1除以3.7 然后10p10 3.7乘10p10 然后要bracket起来 等一下 嗯 应该会算到一样的答案的吧 OK我拍我那个招这篇 先给你了 你看一下你的wetc 看看那个照照片 这个很容易了 OK 走过那个号码有点大吧 好 然后 我们来看一下 Half life Half life 什么是Half life 一般的生活 OK 我来看看这篇团 我来看看这篇团 好像你想到了 Half life 也就是T1 over 2 所以T再把这时间的意思啦 It's a time taken for number of Undecay nuclei to be reduced to half of its original number value OK 它是一个时间 for Undecay Undecay nuclei 这个Undecay nuclei to be reduced to be reduced to half of its original number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Undecay 所以每到一半会再减一半 每到一半会再减一半这样 OK So the graphic distribution of the situation when the number of Antecay nuclei decrease with the time is shown in the figure 8.3 So你可以看到 本来一开始 Undecay是全部的 过了五天后 我们的第一个 First half First half life 然后Undecay有一半 Decay就另外一半 那再过了五天过后 OK Second half life 我们Undecay又再减少一半了 1分之1再出2就是 1分之1 剩下的3分之3就是Decay了 然后再过了 5天后 OK Half life 我们的Undecay 又再出2 变去1分之1 剩下的Decay就是 8分之7了 所以我们Undecay的话 每过五天就会越 变一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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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越少 这样 啊 这个就是 Half life OK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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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这个Half life 考试很常会问的是怎样问呢 啊 啊 可以好像这个问法这样了 OK 来你练一下他的这个问题 啊 啊 Tenium 234 Decay to uranium 234 Half life Time 102 5.2 I mean Comit the mass of D8234 Oft 218 Originum Half life 嗯 OK 所以他讲到今天我们的Proctinum OK 他会 Decay 嗯 这个 这个 又是一个另外一种 啊 没有 他这个是 跟上面一样了 就是他 他每过 Half life 他又会变一半 美国又会变一半变一半变 啊 啊 啊 他不一定是五天啊 五天是否这个 啊 啊 他的天数 时间会 问题会给你知道的 啊 啊 所以他有讲啦 我想 我想要知道就是那个 Proctinum 他也是 就是 就是234页的那个 Example的去中一家 Proctinum 234啊 嗯 啊 啊 对啊 一个啊 啊 其实你不用太过记得 他这个东西 一遍去那个东西 不会的 他会问的是 会问你可能 啊 过了不懂多少个时间后 他还剩多少gram 啊 或者他会他会跟你讲 OK 我过了不懂多少天后 他上这个gram 请问 啊 他经过了多少天 变成这个gram这样 啊 你不用太过记得啊 大家会变 有人会变什么 不用太过记得的啦 就这样子了 OK 啊 所以这个呢 他讲了 他的Half life是5.2个小时 这个很重要啊 Half life是5.2个小时 他问你了 请问20.8个小时过后 他的max还剩多少 如果他的original max 80gram的话 哎 这个东西你一定要用这种方法来做了 才明白 哎 说先你要先知道了 他一开始 零个小时 他原本有 80gram 然后他讲 他大概是5.2个小时吧 对对 所以他过了5.2个小时过后 他就变一半了 80gram的一半就是 40gram了 啊 然后5.2个小时过后 再加5.2个小时对多少 5.2乘2 减于 10.4 先十个小时过后 他又会变一半了 10gram变一半就是 20gram了 那10点是再加多 5.2个小时 变去 15.6个小时 然后20gram再除2变去 10gram 然后15.6个小时再加 1.2变去20.8了 20.8就是我们要的 问题要的那个小小时了 然后7gram你再除一半 5gram了 所以也就是说 20.8个小时后 我们还剩下 5gram罢了 The remaining max就是剩下的max了 然后是5gram 这样罢了 啊 对吗 啊 这种就是考试很常会问的 这种的问题才要注意 啊 然后还有下面这些 啊 讲 啊 啊 这也是不会难的 OK 啊 这个是他的 一开始他有800 800个bq 啊 然后你看到这个是他的 那个graf的走走走走是啦 啊 在120个秒 OK 还问你了 Base on the god What is the half line OP S9P的half line是多少 你就看了 800吧 所以 所以他过了一半的话他也会变去剩下多少呢 剩下400了 你二分之一乘800就剩400 然后你就看了 400的话 哎你就画条线过去 画条线东套这边 然后你拉下来了 OK 所以他的half line应该是等于 40秒了对吧 啊 40 second 是不是很容易啊这个 啊 啊这样子拉下去看罢了 啊 啊如果他他在问你了啊 啊他的second half line 是多少 啊你就是他在400出二嘛 变200了200要拉过去 再拉下来 啊这样 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做吧 对对啊很容易啊 OK啊 啊 然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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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话来就是 OK 然后你就雷 应该是不要的 一开始零的时候是120 0的话120 放个点放个星星 然后在5分钟的时候是80 5分钟80 然后 到 10分钟 56 10分钟56 每个发行星过后 然后换一条线 然后第1个还问什么 我被两个还讲话 Q 是多少 OK你看到120除2 62 也是一样的你60你就 拉过去 这边 再拉下来 所以这个是你的时间了 答案是 9分钟 这样了 所以这是考译的 咖啡会没了 Move 这样了 什么 60再除2 然后就变30 然后就从30那边再拉下来 对哦对哦 这样了 30的话就是20跟40的一半了对对应该就是在这边了 中间这边 拉过去 再拉下来 啊 这种的话呢很考虑的那个graf的smooth 说 对